然後我還記得那一次就是教授在上課 那可是我的手機就響了 我趕快把它按掉 可是我又怕不能夠趕快回復客人的問題 所以我就偷偷回簡訊 可是就被教授發現了 然後教授就把我叫起來訓了一頓 然後後來還當著大家的面說 你們這些青年級就是草莓組啊 上課都不用心 那你以後出社會怎麼辦 對 然後我就好委屈喔 教授是你的顧客吧 現在 就是那個時候會覺得很委屈說 但是我其實是在忙別的事情 教授理解的情節跟你真正的情節是完全不一樣 那還好就是說現在教授知道我的思念 然後還有邀請我要回去當就是接觸校友這樣子 喔 掌聲鼓勵掌聲鼓勵掌聲鼓勵 不過這個故事呢 並不是告訴我們說上課可以接客戶 應該不是這樣吧 這還是個負面的示範 好 現在呢我們要請均均 把他的衣服帶來 看看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上他的網牌來訂購他的衣服 這個中間的巧妙是什麼 他的服務如何比別人好 他選的衣服如何有特色 為什麼他可以創造一年突破億的營業額 請又加怪癖大公開 自爆最愛穿女裝 他說他喜歡這個 真的嗎 他喜歡這個 對 那多少錢你可以買 290吧 290啊 有差點放人家跳過喔 你還殺在那個節骨眼對不對 沒有 我都自己穿 可是這個上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 這個平均的把它在網牌上 有一部分的這個衣服呢 就拿來給我們看了 其實我想一個網牌 因為現在太多人做網牌了 對 所以競爭其實也很激烈 你如果能夠吸引別人到你的這個 這個網站上面來下訂單 據說第一個 你的東西好不好 社會服務好不好 來 黑妞 挑一下 有沒有尬椅的 幫我挑啦 幫我挑 這女裝柳 這都是女裝欸 他說他喜歡這個 真的嗎 你喜歡這個啊 那多少錢你可以買 這件啊 我覺得應該 怎麼樣啊 好 可以290吧 290啊 有差點幫人家跳過喔 你還殺在那個節骨眼 沒有 我都自己穿 你現在已經是偶像 你話不能亂講 你知道嗎 OK 演唱會穿這個 這件多少錢 這件250 40塊別找了好不好 可是那個size 好 這樣可以投 OK 好 像這個 另外呢 這個韋婷再挑挑看 你覺得她的衣服的特色 這個好好看嗎 對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其實在日本的雜誌裡面 有一模一樣的 可是要好幾千塊 在日本的雜誌裡面 對 這其實是兩件 沒有關係我們把它分開來 對 其實是兩件 就是說裡面有一件這個 對 然後它可以搭配套在一起穿 OK 可是我平安講 就是說這些衣服在別的地方買不到嗎 在別的網拍站上 有一些商品是我們自己獨家設計 所以一定是獨家就 市場上就買不到 對 而且加上我們的價格 其實就算市場上可能有類似的 可是我們會比較便宜 OK 好 像這件多少錢 這件的話330塊 330 又加這是鮮貴嗎 我喜歡這件 學長想要單穿 好 單穿這個就好 單穿這個 OK 太性感了吧 最近搭290 最近290 這個很好搭耶 對 所以你的衣服其實都是幾百塊以內搞定的 對 那如果有瑕疵 可以換嗎 有瑕疵一定是包推包換 真的嗎 可是網購的話 我們還要再自己寄給你花的有錢嗎 不會不會 我們會請宅配人員到你家收 他說很麻煩耶 那有瑕疵你就收就算了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對啊 然後大家怎麼辦 那我們幫你換一件別的顏色 不是包我美白喔 太好了 要送面膜嗎 要去那美容的美白 好 我們非常謝謝平君 掌聲給他 好啦 所以我們看到了 包括像平君的表現 誰說七年級生是草莓組呢 平君你告訴我 你一天要工作幾個小時 有時候最常要到15 甚至17個小時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賣命呢 你這麼年輕 你大學三年級你就去創業 你這麼想賺錢嗎 就是那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這事情一定有蹊跷 其實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要以獲利 因為那時候大三寒假其實沒事做 我覺得很好玩 我就上網玩一下 沒想到就是變成現在的事業這樣 OK 其實你一心想要以賺錢為目的去做一件事 有時候反而達不到那樣的效果 J 聽到了沒有 真的 沒有 我還好 我覺得是完成夢想比較重要 完成夢想 對 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很多年輕人 如果你兢兢業業的 都是想去賺錢的話 也許你會覺得挫折感反而更重 你不如就是說 開放你的心胸 好好去表現你最擅長的部分 那個圓夢的同時 搞不好那真正的獲利就來了 好 今天因為時間其實非常的短 而且我們有四位 有這麼優秀的年輕人 我想很多的 同樣是七年級生 或者更年輕的 這個年輕朋友 也許從他們身上 可以得到一些借金 那佑佳呢 你最後要不要講一講 你對你歌迷的話 近期的 希望達到的願望就是 現在這個專輯發了 那希望是大家以後 真的會覺得這些歌 就是有進入到其他人的生活 就是平常生活的時候會想要聽 而不是可能就看到 他發片這樣就好 OK 這樣是我盡期的願望 好 讓歌聲也能夠影響別人 進入別人的生活裡面 很棒 謝謝 黑妞 我的 其實目前我也就是 我想要先充實自己吧 像自己之前唱歌的時候 可能老師給了很多東西 我們一下子學習 其實並沒有學習得很精 我自己這麼認為 對 所以我就覺得給我時間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要再去充實 OK 好 我們也為朋友加油 JR JR 其實今年就是蠻多主持 然後也有在跑內地這樣子 但希望就是在空檔之餘 可以把樂器學好 然後也希望就是 大家不要看不起青年級生 我們是非常努力的 Yes 我會希望現在青年級生 其實千萬不要真的被定位為 草莓族或是什麼所謂的 水蜜桃族 對 一定要相信自己 然後肯定自己 並且竹梦踏實 竹梦踏實 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要請加油 太棒了 好 所以今天的節目最後呢 我們要請這個林宥佳先生 帶來一首呢 他新專輯裡面的歌 這首歌我覺得對於說的年輕人來說 也非常有意 來 宥佳你自己抱這個歌 你 這首歌 這首歌叫做《博樂》 OK 好 我們來歡迎宥佳這首歌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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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 感謝 不讓別人 来说你给过我的 他们是做不到的 那时候的幸福是真的 虽然过去了 我们也都经历了 释怀教育这仇恨 和平权这天下人 故事发生便住下了 不管好的坏的 你让我成长了 就算是痛的值得 谢谢 好 我们邀请 今天四位非常年轻 可爱的年轻人 我们一直到台中央来好不好 要跟大家说Ending了 我觉得在佑佳的这首 伯乐的歌声当中 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年轻人 在人生的路上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伯乐 不过最重要的是 让自己成为一匹骏马 对 对不对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他们的努力 也带给所有的年轻人 一些激励好不好 谢谢四位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